到到到到到到 到到到到 100点加100点QA 9等了各位 那好我们事不宜遲 就去 到我們的題目了 就是解讀解讀的題目了 我們解讀的第一題 就是Creeper仔問的 為何你想拍Youtube的 我這個啊 我初時就是看到 以前 我是Nintendo Friend 其實是 相信如果之前有Follow開我的 都知道 我看網就說如果做Youtuber 可能就會寄一些免費 Nintendo Game給你 不過你要拍影片Review 對這個Nintendo Friend來說 當然是一個天大的喜事 第二就是以前的我 其實就想 熊的 不過我現在其實都不想熊的 不過既然我現在 都...既然都開了 那就繼續啦 沒理由半吵而廢的 好啦,Next Question 就是阿卡0524問的 下次一起問 拍MR OK 那其實呢 這個呢 關於這個問題呢 MR呢 其實現在已經廢棄了的了 不過呢 我現在就在這裡 起建一個新的鐵 叫做MR2.0 那現在暫時都沒有人來過的 那現在只有我自己一個 起序就會開放的了 OK,下一題 就是這個FxStudio問的 你可不可以宣傳我們 那當然可以啦 其實呢 宣傳的活動呢 都是在100訂閱加1萬觀看的活動裡面 一連串的活動都有宣傳的 那大家就等一會 我稍後就會出這個宣傳片的了 不過現在定席考試關係 很久不會出啦 那這樣就請大家見諒啦 那好啦 下一題 就是這個快窩問的輝王 快窩 你有沒有和其他Youtuber合作 我當然有啦 其實你看看我這邊都見到的 有很多 有何彤啦 有何思啦 有EvanJung啦 Jacky JackyTung 有 還有很多 有JamesMTelfin JimmyMTR 波子Hook 波子Hook T仔 其實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那好啦 下一題 接著我來啊 快窩都問多了幾題 第二題 你最多去哪個? 港鐵站 那這個呢 就非油麻地站莫屬啦 因為近我居住的地方 唉爆了啦 住油麻地 不過油麻地這麼大 雖然它是全國18公里最小 也很大 所以你也想不到我住在哪 OK 然後它就是問 你最想去哪裏? 不算香港 那其實我想去美國或者日本 都是見一下任天堂那些 應該想去 兩島都想去 因為任天堂都會在這些地方搞公開活動 不過呢 在香港這裡 他們又沒有搞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在香港做Nintendo Fan的懷处 不過我現在更小 然後他就問了一題 第四題 為什麼大籌和背景 和Crypto仔 DailyGarryHK一樣 那這個呢 因為我是拜託了 DailyGarryHK幫我們做的 所以呢 Crypto仔仔啊 他自己 和我 那個背景都一樣 那可能 就是呢 我不知道他 其實他應該可以改背景 但他沒有改 那其實呢 我呢 弄這些就不厲害的 我救了一個 我救了一個 Banner 其實都不是弄得很好 所以 我見他弄得這麼好 就拜託了他 OK啦 我們去下一個人問的問題 就是 Jacky棠問的 你最喜歡哪位YouTuber會合作 其實呢 本身呢 第一個 最喜歡的就是 Milearn 第一個 因為如果大家有追蹤很多學的話 Milearn其實是我和她 第一個合作的YouTuber 但是呢 現在呢 我反而喜歡 JamesMTR Fan多些 因為他很好 沒有人 雖然是有時候會說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 其實 我覺得他會很friendly 真的 在我的opinion 那 OK啦 那 下一題 就是剛才提起過的 Daily Gary HK 就是這個 Daily Gary HK 他用Backup Channel LV3T問的 你在YT收到多少錢 之前呢 在YT工作室呢 就見過 之前那時候 未開一萬 一萬公項之前 沒有得賺錢 那時候呢 其實呢 我都賺過幾毫子的 那現在呢 自從他一萬公項之後 才可以賺錢呢 我都沒什麼賺錢了 好像連一毫子都沒有 OK啦 OK啦 下一題 就是這個 Iii問的 打算 打不打算拍其他遊戲 那其實呢 我都會拍其他遊戲的 有Nintendo Switch 以後就會有Super Mario Odyssey 我知出了 我知出了 我知有人爆遊戲 但是這個是我unique的遊戲 所以大家都記住要follow 那現在Minecraft也會繼續 總之有很多鏡 通常都是不定期 但是我一定會拍Super Mario Odyssey 這個是肯定的 OK啦 下一題 最後一題 就是這個ad X Studio 問的第二句 還有問題 就是你讀哪裡學校 我特意穿著校服 就是油麻里千萬有小學 我又爆了 其實我原本不想爆 不過之前女人都爆了 所以我才說 好啦,那這集就來了 這集的KNA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沒有問到問題的觀眾 那就沒事了 不過我應該在北九的將來會再有KNA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 接下來100訂閱加100萬觀看的活動 還有很多一連團有宣傳 有很多的 所以大家就等著啦 OK啦,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MING PAO CANADA